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我觉得可能有以下几点 第一点肯定就是最重要的就是内容创意 在办公室这么去就地取材 然后还去做美食 我觉得我相信这个肯定是没人玩过的 这种玩法 然后我们的每支视频里面都有很多梗堆在里面 就很好玩 第二点最重要的可能也是因为我不说话 大家以一种无声的形式去观看我的视频 全世界各地的吃货都能看得懂对吧 好 就很棒啊就觉得哇就好棒啊 就觉得是不是就可以开始着手 就是说我们往海外市场发展或者是怎样 就觉得自己的就是视野一下 应该就能变得更开阔了 我认为我花了很多时间在视频里面看影片 我认为我花了很多时间在视频里面看影片 你知不知道她一直有些新的在影片 有些時候會令我愛你很囂張 我最特別的事情是她煮鰹跟CPU 跟PC-CPU 那是很瘋的給我 她可以把CPU解決了再次 这些小姐这种类似于新生代的网红 就是它契合了一个什么 我们一直说网红里面有几个特点 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特点 就是你自己的内容生产能力 就是你的靠什么持续地去吸引人 或者换句话说 我认为网红是传递的是价值观的生活方式 就是你怎么样能传递出你的东西 这个东西只有靠内容 你怎么这么迷人的 直接是 真的可以吗 因为我给你做一个蛋卷 用那个 用这个 可以把它做出来 我可以拍到OK 然后我们可以拍到 然后吃蛋卷 那是蛋卷的啦 我可以吃 这个我 可能也没有看出来 但应该感觉很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